如果你现在发现你的生意不是很好 如果你发现你的事业不是很好 你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 那我就跟你说 阿弥陀佛大家好 我是李基谦 男人的事业怎么样才会忘 怎么样的男人事业才会忘 大概70%我的客人都是男客人 而一般男客人来找我的时候呢 几乎99%都是为了自己的事业的问题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你怎么能够知道你的事业到底会不会忘 我们先从面向开始 男人的事业会忘呢 你会发现到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 男人的眼睛一定要有神 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的眼睛 你好像一种鲸鱼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神 又或者每次看起来好像碎眼朦胧呢 你会发现到他的事业是很不忘 就算他真的是一个老板的话 你会发现到他也是做得很辛苦的 我们称为苦命老板 什么叫做苦命老板呢 要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才能够得到那一点点的成功 这样根本不算忘 因为他毕竟是需要自己亲力亲为的 如果以新加坡来讲的话 咱们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 李光耀先生 他的眼睛看人的时候 有一种好像能够看穿人的一种能力 这样的男人的一个眼神 你就知道他的事业一定是很忘 所有的男观众们 如果你现在正在为你的事业拼搏 而你的事业拼搏得很辛苦的话 你去照照镜子 你会发现到一定是因为你的眼睛很没有神 这个需要去念出来 多喝那个狗鸡死水 因为狗鸡死明目有帮助 其实不是 不是喝狗鸡死水 你必须要让你的自己的头脑的一个资序 保持很亲民的一个状态 One thing I must add, okay 头脑很亲民 我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男人的房事不能够太多 因为当一个男人的房事很多的时候 无论是跟伴侣的房事又或者自卫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他的眼睛特别没有神 所以这样的男人的事业也是注定败的 记得我的话 男人事业要好 房事真的不要太多 第二种男人事业能够很好 除了眼神以外 他的额头特别的高 特别的阔 这样的一种男人呢 他的事业也会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想得很远 他思维很广 能够想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眼神很有力 你额头很高很阔 这是否代表他的事业就一定好 还有一个条件 你的额头除了高跟阔以外 你要确保你的额头上面 没有任何的疤痕 没有任何的一种纹路 因为有些人有一种水波纹切过 他这种也是属于破相 所以这样的一个男人的事业 也会非常的辛苦 李观耀先生 他这里就有三条 所谓的很美的水波纹 也注定当年他当总理的时候 其实是做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这个新加坡的历史大家都重视了皆知 那为什么他能够做的成功 因为他那三条水波纹 就特别像老虎上面的那个王子 所以李观耀先生呢 其实从他的八字 他的名字跟他的面相一看 就已经知道这个男人的事业会很成功 如果你是一位男观众 你发现到你的额头非常的矮 非常的窄 还有很多的头发遮住呢 一般来说 这样的事业是真的很难有成的 但是不是每个男人的刘海 都不能够遮住额头呢 不是 仍然是要看他本身的八字 适不适合把刘海放下来 还是要把刘海梳上去 那第三个男人的事业要忘 如果你自己的八字 没有这个心 来让你的事业忘 那另外一个能够帮助你事业忘的方法 就是娶一个忘你的老婆 我们称为的忘夫 如果你老婆的八字是忘你的话呢 你娶了她之后 你会发现到你的事业越来越好 你的生意蒸蒸日上 而且你在外面拼搏你的事业的时候 你的家里会被她照顾的井井有条 那你就知道这个太太是忘你的 但当然以现在的社会来讲 在这个自由恋爱的时代里面 很少男人会去拿自己的伴侣的八字 给一个师傅看 师傅讲这个很好 这个忘你 他会是个好太太 会是个好妈妈 你们可以结婚 现在很多男人会有很多的志向 很多的理想 很多的发财梦 但终究落为一空 为什么 因为 他们没有这个福气 娶到一个忘他们的老婆 如果你娶到的老婆并不忘你 如果你的女朋友并不忘你 也不是他的错 因为坦白说 能不能够遇到一个又忘你 你又爱他 他又爱你 在这三大条件的因缘之下 这个需要很大很大的福报 如果你现在发现你的生意不是很好 如果你发现你的事业不是很好 你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 那我就跟你说 你除了看八字以外 你居家的风水 就是最后一个因素 能够去帮助你的事业 很旺 我发现到在我的男客人当中 男人的自信是来自于他们的事业 所以当一个男人没有事业的时候 我会看到他 从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男人 慢慢慢慢慢慢的缩 好像一朵花这样 慢慢慢慢的枯萎 变成一朵没有力 没有精气的一朵小花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因为男人是主羊 女人是主婴 所以by right 男人的事业一定要很旺 当他很旺的时候 他有一种自信的时候 这个男人的羊刚气更壮的时候 往往这个家庭会稍微比较和谐一点点 但有另外一点我也必须要提醒大家 男人的事业很旺的时候 往往也就是代表他的财很多 在八字学里面呢男人的财跟他们的女人的心都是同一种心 男人财很多的时候也代表女朋友多 妻妾多又或者艳遇很多 桃花很多 这些你自己要懂得节制 因为你要知道当你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在你的生命的时候 鬼神一定会献出种种的考验 来看你到底值不值得拥有这一笔财富 你能够过得了这一关 这笔财富会安然无详地留在你的身边 你过不了情色这一关的话 那这一些将一点一滴的被鬼神拿走 一点一滴的被你的孩子拿走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我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 一日六时很吉祥 Zasitele